有名機車騎士 他騎車在這個屏東潮州 要通過一個路口時 旁邊有一名這個富人 同樣騎著機車要回轉 但是他沒有離讓執行車 所以兩車碰撞之下 這名富人是當場倒地 而後來兩方在進行這個調解的時候 執行的騎士控訴這個對方家屬 獅子大開口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這個事故是發生在去年的七月 這個交通事故的初判表出來之後 相關的分析 主要是因為這個騎士前 沒有離讓行進中的車輛優先通行 因此才會導致這個車禍發生 不過這名富人的家屬竟然開口 向執行騎士開價要六十萬的撫衛金 讓這名騎士是相當的傻眼 而且他說對方也知道 他只是一個學生 他認為幸好當時呢 他有這個行車記錄器 把整個車後過程拍得一清二楚 現在對方揚言和解不成要提告 他也希望法院能夠還他公道